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三点 坐标呢是在西双版纳景洪市 曼达歹家的一个小镇子里 今天为什么半夜出发给大家录制视频呢 主要呢是想拍摄一下 他们这边歹家人手工制作红糖的一个过程啊 咱们这边熬红糖都是用这种木头熬的 都是用这种真木头 哇好奢侈啊 我觉得应该用梅好像会好一点 这要熬八个小时应该会需要很多木头吧 哦需要一大车啊 外面这一车就是今天我们要用的吗 外面天还黑啊看不到 但是我在这边是看到一车的木头 还有门口的这些 都是为今天熬制红糖准备的 非常的不容易啊 这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好多呀 但纳的夜晚还是透着冬天里的寒气 冬的人瑟瑟发抖 这一炉火光给我们带来了温暖 歹家欲解开始往锅内注入甘蔗汁 在另外的一个房间 集气声轰鸣 甘蔗汁被源源不断地抽到了锅内 榨取甘蔗汁是唯一的一个 使用机器来工作的环节 在我们改家的这个院子里啊 随处可见一捆一捆的甘蔗非常的多啊 那现在呢 我就是站在咱们这个大机器的旁边 这个机器啊 就是专门用来把咱们的甘蔗啊 加出汁来的 那这个环节呢 他们是采用的机器钢柱榨取汁 因为用我们的人力啊 真的是太费劲了 现在就是用机械来带进人力 节省了不少的力气啊 把这个大气量的甘蔗啊 我们全都给它打成汁 然后再把这个甘蔗汁啊 通过水泵给它抽到我们加工厂 直接用管子放到锅里就可以了 咱们接下来去看看 这个锅是怎么抛作的啊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管子弄出来的 这个甘蔗汁啊 为什么上面会套一个袋子啊 这个呢 过滤啊 过滤啊 纯的甘蔗汁是这种颜色的 很便宜的 这个是没有加入任何水的 特别的纯 这一会儿时间已经搞了三大锅了 在这个房间里 目前有八口大锅 玉姐在不停的忙碌 洗甘蔗汁 这个甘蔗汁在镜头之下 看着有点浑浊 实际上它是墨绿色的枝叶 玉姐不停的抖动手中的袋子 将甘蔗汁过滤到锅里 炉堂内燃烧的正旺 锅内也是一片翻腾的景象 甘蔗汁在烈火的熬汁下 慢慢变得浓稠 渐渐熬出了红糖的本色 熬制红糖的过程 需要全程有人在旁边打磨 人工用漏勺 滤去表面的甘蔗肉 房间内的八口大锅都需要照顾到 不能遗漏任何一口 此时的炉火是关键 一定要保持大火 要往炉堂内不断的加柴 如此反复甘蔗汁熬到一定的浓稠 便可以搅拌了 人工搅拌的目的 一方面防止红糖粘锅 另一方面帮助红糖起砂 可以说是整整熬制了一晚上 从凌晨的三点钟 现在已经是七点多钟了 那么我们的红糖即将迎来一个尾声 现在呢 我站在这个模具的之前 给大家拍拍这个模具是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刚才我看到那个 歹族的阿姨做的一个模具 它全是这种损某结构的 把它做成了这种小方块的形式 我看到这上面还是有刻度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就是用来量这个红糖的 那究竟是怎么做的 我们等一下请阿姨过来给我们操作操作 在熬制了六个小时之后 第一锅红糖终于出锅了 铲出红糖放在滤网上 做最后一次的过滤 最后的这个流程必须是二人合作 一人咬一人铲 否则红糖非常容易粘锅 咬出的红糖被推出了加工间 新熬制出来的红糖 透着淡黄色的光泽 满屋都飘着甘蔗的清甜味 在红糖凝固结晶前 还要不停的搅拌 直到红糖慢慢的冷却下来 锅边已经可以看到细细的纱状 当红糖变得更加浓稠 我们就可以将它装入模具 就这样完全手工 一勺一咬将红糖全部倒入模具内 这就是新出锅的红糖 我们来尝一尝 新出锅的红糖是什么味道的 好多人可能都没有尝过 新熬出来的这个红糖是什么滋味 今天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这是我刚从勺子上供下来的一块 即将凝固的红糖 刚熬出来的红糖果然就不一样 而且纯粘的这个口感特别的细腻 这应该是红糖的最后一个工序了 在红糖液体中 插入这样的小隔片 来给红糖制定大小和形状 眼前这些就是一口大锅 今天熬制的六个小时的量 一共是48块红糖 我不禁感慨今天的红糖来之不易 从半夜的三点钟 一直到此时此刻九点钟 第一锅红糖和第二锅红糖 已经基本上可以塑形准备包装了 老王也是在这里整整拍摄了一晚上 感触非常深 就觉得咱们这个纯手工制品不容易 得到的成果也是非常的甜蜜 口感确实非常的不错 又沙又甜 这次拍摄红糖 老王对传承手工制堂的这些匠人们 又多了一分敬佩之心 制作起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能让我们吃到这么好的古法红糖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 一晚上没睡 老王要回去休息了 喜欢老王的视频 记得给老王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